1895年 在毕沙罗的帮助下 赛尚在巴黎办了第一次个展 这次展览终于让赛尚被看见了 他的作画技巧和风格得到了肯定 他的画法在整个艺术史上都没有出现过 把现实重新编码结构 让艺术更纯粹 他的理论迅速风靡了整个世界 这个时候的赛尚已经引起评论家们的注意了 开卖的画作价格甚至远高于当时的艺术界宠儿 莫奈 一点都不酸呢 画商们纷纷赶到普罗旺斯去收购赛尚的画 我出500 我出1000 他的心态并没有发生变化 依然一个人默默研究画技 其实在偷偷憋大招呢 赛尚在这幅画中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得淋漓尽致 不用用苹果震撼整个巴黎 兄弟 你格局小了 这是一幅静悟画 啊 知道说多了你们也不爱听 咱们快速地过一下知识点哈 好嘞 这里是一个绿色沙发 看起来是这样摆放的 而这里又是一个桌腿 从白衬布的褶皱可以看出 桌子的走向应该是这样的 嗯 赛尚是把两个布景从不同的角度捏合在了同一幅画中 这块白色的衬布硬挺且抢眼 像一座桥梁一样连接了两个空间 仿佛能撑起所有的物品 而右上角的这块衬布又造成了它是桌子边缘的错觉 赛尚通过三块衬布的摆放 让大家误以为整体透视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是一块衬布不能解决的 嘿 我可真聪明 我快要坚持不住啦 扭曲的视角和构图神奇的是 整个画面呈现出了平衡感和立体感 赛尚的这种手法是前所未有的 还能这样 用自己创造出的世界取代真实的世界 后来成为了立体派画家们的灵感来源 话说毕加索把正面的眼睛画到侧脸上 也是可以理解了呢 赛尚晚年的时候将妻儿送到了巴黎 给自己担任经纪人 可以一个人专心画画 1906年 赛尚在大雨中画了两个小时 我还能再画五百年 不 你不能 他在回家的路上倒下了 被路人送回了家中 没几天就因肺炎去世了 享年67岁 赛尚死后一年 毕加索在巴黎沙龙展中看到他的画 大受震撼 后来创造了立体主义 并且说赛尚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 同年才画了一张画来致敬赛尚 重点在这里 在赛尚的影响下 波拉格和毕加索开创了立体主义 马蒂斯开创了野兽派 之后又陆续出现了表现主义 抽象主义 打打主义 超现实主义等等 这些流派组成了现代艺术体系 赛尚可以说是这个体系的开拓者 因此被称为现代艺术之父 比较好 整理肯定下来 一万的代艺术体系 品嘟